年年美食博覽都這麼多人 今年我搭上搭上搭 才找到這麼多東西 和大家率先開箱 嘩 箱這麼重 裡面一定有好多好東西吃 讓我馬上來開箱 解刀 這個飯丁兩分鐘就吃得 就試這個 泰式咖喱雞熟飯 和日式燒汁雞熟飯 都是用了泰國香米 叮完之後都保持到有飯香 口感軟熟 節省時間又好吃 雞肉一點都不乾 更好滑和好入味 不用煮都有飯吃 適合一班無飯青年 而且不用放雪櫃 大量入貨都不怕雪櫃無位置放 夠方便 除了食飯要快靚正之外 增強免疫力都要 這個Kawaii肝油丸 就可以幫到大家了 日本肝油丸 又整過八年歷史 肝油丸C20 有齊維他命A、D和C 不單可以增強免疫力 抵抗流感 還可以減輕流感 和鼻敏感等症狀 想促進小朋友成長 還可以配合日本肝油丸丸 不止內含維他命A和D 還有丸 可以促進骨骼、牙齒發展 是小朋友成長重要的因素 還不是爸爸媽媽的因物 這個麒華腹袋裝得爆發 好像很吸引 看看裡面有些甚麼 裡面有很多黃牌糕點 有彈卷、曲奇、馬仔、老婆餅、合桃酥 還有這個QQ和貓環保袋 簡直是3.3下午茶必備 小朋友先做選擇 我全部都要 一年容易又中秋 奇華月餅向來都是信心之選 除了奶黃月 還有朱古力奶黃月 和白鳥茶奶黃月 哎呀! Sorry 忘記留給你 不過在美食博覽和奇華網店 都會有同步優惠 買月餅、月餅禮券 和假期餅卡都會有八折價 必看好麥又怎知那麼少 看都肚餓 煮麵給你吃 三款拉麵都是由日本師傅主理製作 連醬料包都是日本入口 加多顆糖心蛋或溫泉蛋 就好像回鄉下似的 今次除了順貨之外 還幫大家找新貨 這一個就是UCC今年全新推出的 膠囊咖啡 咖啡在法國烘焙、研磨和包裝 一個按鈕就可以隨時隨地品味咖啡 覺得咖啡欠這些東西 是不是欠這些奶呢 日本九州的牛乳品牌 就帶來三款獨家套裝 裡面有不同味道的牛乳飲品 果汁和乳酸飲品 一次過滿足你幾個月望 不用選咖啡、茶或咖啡 一次過去美食博覽 帶我們回家啦